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诈听之下灵与肉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观念 但灵性和肉体并非毫不相干 因为物质及能量 有形无形皆是不断振动的能量 两者的分别在于振动频率不同 因而产生不同意识或形式的不同物质 振动频率高地成为无形的物质 如人的思想、感觉和意识 振动频率低地成为有形物质 如看得到的桌子、椅子、人体等等 源自古埃及和希腊的秘传 哲理谈到宇宙七个原理的振动原理中 就明白指出 没有任何东西是静止的 一切都在动 一切都在振动 而伟大的佛陀 也在2600年前指出 宇宙间的所有事物 都是由振动组成 近代的科学也印证了能量和物质间的关系 我们之所以认为物质和能量或肉体和灵体是截然不同的 是因为我们人类有着二元化思考模式 我们所知道的事物 几乎都是来自知识和逻辑 而知识和逻辑形成了思想 思想就成了语言的基础 这种模式使得人类变成二元化的产物 有着二元化的思考方式 因此 在人的世界里有善就有恶 有对自然有错 有好更是有坏 有快乐当然也有痛苦 一切皆有对立面 事实上 善与恶属同一本质 对错是一样的东西 好坏更无差别 快乐极是痛苦 物质和能量像是处于一间层连续体的两极 一极为黑 一极为白 介于两极之间是灰色 而这具有黑白两极特色的灰色 包含着从偏白的灰色 见此发展到偏黑的灰色 这现象正如密传哲理中两极原理所说的 一切成双 一切皆有两极 一切皆有对立面 相似和相意是一样的 相反的东西其本质也是一样的 只是在程度上有所不同 极端的状况会彼此相遇 所有真理不过是半真理 所有的矛盾也许互相调和 因此 人的灵体和肉体是同一件事 同属于间层连续踢的两端 正如是与非 善与恶 快乐与痛苦本质并无不同 分别旨在于能量振动有所差异 也许有人要问 既然有灵体的存在 为什么人的肉眼看不见 听不到 摸不着呢 一般而言 人类生存的世界是一个物质世界 人类经有眼 耳 鼻 舌 身来感觉 每一种感官 都可以察觉到高高低低不同的频率 例如 人的耳朵可听到的频率范围 最高可达到每秒两万赫兹 最低可听到每秒十六赫兹 人的眼睛 可以看到某一个范围内的频率 例如 当振动频率在500至536兆赫之间时 眼睛就会看到黄色 人的肉眼可以分辨红成黄绿蓝电子 紫色是人类肉眼可以看到颜色的极限 其实 在紫色之上 还有振动频率更高的紫外线 在红色之下 也有振动频率更低的红外线 但因为振动频率过高或过低 超过人类肉眼可以看到的范围 所以 我们看不见 所以 我们察觉不到的事物 难道就表示它不存在吗 事实上 它一直都存在 而且一直存在我们的四周 上面说的紫外线或红外线 它不但存在 而且还渗透到人类的肉体之中 在肉体或物质世界之外 存在着振动频率更高的广大世界 如果我们调整自己的能量振动频率 就可以突破限制 接受到广大世界中的信息 而不再只是限制在肉体或物质世界的层次中 所以 提升觉察的频率是关键 世上所有的东西 不论是固体 气体或是液体 不论是有形或无形 都是一种能量的表现 而能量是不灭的 既不能被创造也无法被销毁 这也是经过科学家 如爱因斯坦等人所印证过的事实 然而科学家还印证了另一事实 那就是能量是可以转换的 可以从振频低的一级转换成振频高的另一级 这一事实对人类来说可是个大好消息 这表示我们是可以经由一些方法来调高我们自己的能量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把粗糙笨重 密度大的能量 升华成精细轻快 密度小的能量 为了说明能量是如何从低振频转换到高振频 必须提到1665年荷兰科学家贺金斯所发现的共振原理 当两种有着不同周期的物质能量相遇时 振动韵律强大的物质会使较弱的一方以同样的速率振动 而形成同步共振现象 也就是说 强大韵律的振动投射到另一有相对应频率的物体上 而此振动韵律弱的物体 由于受到相对应频率之周期性的刺激 因而与较强的物体产生共鸣而振动 赫金斯曾在房间里的墙上并排放置不同速率的老爷中 然后走出房间 第二天再回来时发现老爷中的中锤 皆以同速率同步摆动 其后许多人相继重复此中锤实验 率是不爽 事实上 共振可以说是一种共鸣现象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 比如琴弦 为振动的琴弦会受强烈振动琴弦的影响而一起共振 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人愿意花钱买机票 千里迢迢去参加谋法师或牧师主持的法会或步道大会 你若坐在他们的振平范围之内 你的能量也会随之提高 你可能会问 能量的高和低是怎么定的 能量高或低到底一所何止 我们常听人用能量来形容人 误惑地理环境 此人很有能量或这地方能量很强 风水不错 可惜的是 目前为止 科学界还没有任何绝对的科学标准或仪器能精确测量世上所有的能量 因此 在疗愈学或灵学上要测量能量的高或低 传统上都是靠测量者的超感能力 由于每一种能量皆有特定的脉动 可以用超感官去测量 举个用超触觉或肌肉动决策能量的例子 如到市场买水果 我伸手去感觉来自两个不同农场的苹果 比苹果感觉上脉动慢些 比苹果感觉上脉动快些 振动的质也精细些 我当然会选择能量较高的比苹果 如何提升能量频率 疗愈就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所谓的疗愈 其实就是透过共振来转换人的电磁场中低频能量状态 这表示我们是可以经由一些方法来调高我们自己的能量 把粗糙笨重 密度大的能量 转化升华成精细轻快 密度小 振频高的能量 共振可应用在人体的各个层次上 在细胞层次上来说 我们可以将人体内堆积过多的自由基转换成为因离子 在肉体上 可以将高度浓缩的肿瘤转换成密度较小的健康肌肉 在情绪上 我们可以将比重大的痛苦升华成比重小的快乐 在认知上 可以将负面的批判转换成正面的心上 将悲观的看法转为乐观的态度 在灵性上 可以将人的意识从原本只认同有形的肉体 提高到也能感觉无形灵体的状态 从而唤醒我们的灵性意识 重新和自性本体连结 最后达到和宇宙合为一体的状态 心物本来就是相互融合的 我们发现许多西方近代伟大的心灵 越深入其物质科学研究领域 就越能体会心灵与物质的相通之处 例如从波姆的全新宇宙观中 我们依稀可以看到一多相融融的华言世界 整体包含个体 而个体也包含整体的讯息 每一个体都是本字具足的 从自性本体 高层自我逐步认识到低层自我 在生命蓝图的暗示下 我们会体会到所谓疗愈 其实就是回归自性本体的觉悟过程 这过程始于创伤 终于疗愈 却从不曾离开创伤 以较时尚的科学术语来说 就是创伤本来就具有疗愈的所有密码 只等着我们去解码 创伤与疗愈本来就是同个本质的两个面相 看似二元对质 实则本质如一 就像华言世界一般 从高层自我到低层自我 从物质的肉身到高次元的能量体 所有的空间都是互相融合 互相渗透 自性本体从未远离 请大家不要把高层与低层 看作一个直线的两极 否则就堕入了二元化的思考模式 使得创伤与疗愈反而变成互相否定对质的课题 我们依循许多伟大学者从物质过渡到心灵的足迹 建议大家在之后的身心探险旅程中 带着三个宝贵的心灵钥匙 开放的视野 惊奇的喜悦往往隐藏在别无去路的困顿之后 所以别忙着否定任何与我们刻板经验不同之处 跨越二元对立的平等心 莫要去区分好坏、善恶、高低 只要区分就有界限 就弃了一道阻碍误导的高强 用心去体会的直觉 碰到难解迷惑之处 与其用脑思考 不如用心去导航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